人生百态皆有不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饮食众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哈喽 宋启鱼吧 导演好 你好 你比你长得很年轻啊 谢谢 你比我看到的日本电影里面的导演 年轻多了 别人都知道胡子 你连胡子都没有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叫宋启鱼 宋家的宋 启发的其周遇的鱼 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在北京 从事脱口秀演出 培训这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 这是所有的 在北京 租房子的人的这种单肩 就是二环的单肩 我约住在四环 三环 现在到二环 结果我再估计 下一步是不是对 就是住男孩 就是目标 目标 我一般在家里面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段子 你看我就写了个段子叫写段子 叫段子 这个段子特别的好 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啊 我一般呢 是在早上写段子 然后周末的话 就寄接朋友 聊聊天 看你的段子最近怎么样 然后做一些彩排 然后晚上的话 七点钟以后就开始演出 演出完以后 就和朋友一起 聊聊天 散散 就这样的一天 我经常会在家里面 每次干的时候就看一些书 除了写段子就是看书 但是经常看书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啊 你 你你到 你你 你 你问一下 你 你不 say 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 我在那个锅子界胡同 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我在那前面到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嗯嗯 好好好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做喜剧研究 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业太冷蒙了 然后全国就我一个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吧 真的 本来是在毕业以后 是给学生做喜剧方面的配训 但是后来发现 我培训的课程特别的枯燥 后来就从事脱口秀的 在舞台上讲笑话 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 假了三个月 没有一个人会笑 在演出完 我在厕所 然后听到 这样子的人也能说脱口秀 千万别让他在国外去演 就怕丢中国人的脸 今天我们会借几个朋友 一起去约几个段子 然后去排练一下 然后我们就快到了 有一天晚上 我准备放弃 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在舞台上讲的时候 观众笑了 然后下来以后 然后主持人告诉你 告诉我 你真不错 然后那时候我再开始个自信心 今天我写个段子 你看在里面看怎么样 就是 今天早上我做了个噩梦 特别饿的噩梦 我发现我最近没有什么事情 我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想这个原因是什么 后来才发现 我昨天晚上忘记吃饭了 不好玩 你还说可以 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觉得痔疮是智慧的窗户 最近我做了一个痔疮的手术 有关智慧的手术 我就想在舞台上来会走动 这样的话让光众看到你 不是在那边太呆滞了 但你怎么走动 就是自然 自然 自然 放弃 要做什么就做 是吧 抬手就抬手 你别抬一半 很多很多人和 就是我说话的时候 口吃不清 第二个是在下面说话的时候 速度特别的快 有的时候 自己拿着微信 自己也不听 都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第三个就是解宝 我是怎么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把缺点变成特点 是一个很好的 自我解决的办法 你就变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今天呢 我们这个演员 今天晚上上台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段子 顾一下他怎么样 我叫潘多拉 不是胖多拉 我真想不通 我为什么没有男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跟长得 跟林志玲一样 嗲 我也不知道 在乎我自己是不是才冒双全 反正我都没有 干嘛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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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是准备到一个 去一个酒吧 去演出的地方 就在南搂古像上 人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现在也过去了 耶 这边还有没 还有窗巷子的 我们在巷子旁边 他们在台北上 还有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呀 你瞎另一边这儿 夏儿大会 夏儿大会 你看巷子 我爸妈刚才是特别反对 就是说我 你这样子做个脱口秀 但你有人看吗 长得这么丑 你根本没有天赋 然后不过还好 我有一次回上海演出的时候 和大山老师一起去演出 我爸妈一起去看了演出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你不做喜剧 家里面人都不答应了 后来的话 我上过几个节目以后 我在葱林园的知名程度 快比葱长都有名了 他们特别出名 在哪里 七点半个脱口秀 现在看一下 今天晚上七点半个脱口秀 免费的免费的 今天晚上脱口秀脱口秀脱口秀 今天晚上七点半脱口秀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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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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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年前 最后一场脱口秀开放卖 最后一场脱口秀开放卖 你知道在中国什么是幸福吗 就是什么是幸福列播吗 就是你幸福是幸福列播 如果你不幸福 幸福列播就不播了 同意吗 同意 对对对 对自己人同意一下 对对对 不然到拍摄视频不能看 一起来一起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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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为脱口秀能挣到钱 其实是不正确的 在酒吧里面演出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锻炼自己 然后最后考试考了个90多分 然后对我爸爸说 爸爸 爸爸 这次我考试考了90多分 然后爸爸说 你只考了90多分 然后隔壁王叔叔那孩子 这次考了100分 都是一个丁麻生的 你怎么就考不出来呢 我比别人笨 就最重要是我比别人弱 我是出于弱势情体 别人付出两个小时 也付出四个小时 才能达到别人这个自己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 也有喜剧 可以模仿 我的这个是不好模仿的 因为有时候 我自己都模仿不了自己 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文化 就慢慢在消失 我们再没了 以前胡同里都能看到的东西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 我觉得最静点的例子是 现在根本找不到 一块钱的肉串 中国 有月球车 中国有高铁 中国怎么没有 一块钱的肉串 什么样的肉我不管 就是给我一块钱的肉串 不就行了 我上周 我和一个朋友 一个中国朋友 我们真的找到了 一块钱的肉串 然后他看了那串 他看了一眼 他跟我说 杰西 你知道这个 大有可能 不是羊肉 我说 我早知道 也不是羊肉 这个世界 我懂 谢谢大家 我叫艾杰西 谢谢艾杰西 谢谢艾杰西 一块钱串 真的很不错 今天排一个人的一天 就发现 每个人都是一个 瀑布洞的一个人 然后只不过是 从事不同的行业 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一天 都是不停的重复 不停的在 为着梦想 在蹦步 你也不会关注 今天过得怎么样 今天会不会有很好的 收获 我发现这就是人生 那老板感觉怎么样 我们今天最后一次 在那边演出了 是不是每人送一杯酒 老板说了 老板说下次不要来啦 谢谢 节目够吗 不行 我们再给你个假的动作 虽然是纪录片 我们要做的争议点 好不好 好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宋起鱼 对对对 他是北京突破秀界 tour最多的演员 你要看到 看他的节目 你会看到 哇塞 tour那么多 没想到北京 这一个城市 包含那么多tour 没想到 这么多的tour 都能在一个现场出现 这就是宋起鱼的魅力 这就是宋起鱼的假日 这就是宋起鱼对突破秀世界 做出的贡献 对 好 你是最好的tour 好 好 我们一样 给钱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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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生活 我做喜剧 我也希望 你能每天都享受 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 我的一天就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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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很好玩 大家好 我叫孙鲜 我来自河南 我刚开始是一个按摩师 现在是主作死怕室 你们这儿活饰挺好的 一二三 在这个行业我其实学到挺多东西的 让我自己玩去识别人心呀 我刚出来的时候挺傻的 头脑没有简单 现在不简单了 现在不简单了 就已经开始 轻轻地闭上眼睛 现在已经过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 那个红红火火